哈囉大家好,我是小洪 我來做丟了大河 啊,知道啊 我好做丟了大河 今天要做的是 黑糖腰果餅乾 還沒啊,這是優雅吧 我們今天也要很優雅的來做餅乾囉 首先我們來介紹食材 奶油 奶油 糖 糖 黑糖 黑糖 雞蛋 對,雞蛋 麵粉 麵粉 腰果 腰果 預備 開始 首先要把奶油 先放退冰喔 好 把糖加進去 加下去 接著把黑糖也加進去囉 好 把蛋加進去 把蛋加進去 蛋 加進去 接著我們加入麵粉 過篩喔 好好玩 最後我們把腰果加進去 剛剛我們有把它敲碎囉 我們現在先這樣子拿去冷藏冰30分鐘 待會再來塑形 我們從冰箱拿出來之後 它就變得比較硬一點 我們比較好塑形 來吧 好 這角度不是很好用耶 這個還不能吃喔 還有烤喔 烤過這個才能吃呢 不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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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吃 吃 喝掉 好 好 很像烤狗 很像烤狗 我們把它塑形成這樣子 然後 圓形或方形的 不是很重要啦 好OK 之後我們再來切 好像烤狗 好像烤狗 這個還要在冰 在冷藏 四個小時 之後才能拿出來切喔 我們從冷藏拿出來囉 現在我們來把它切一切 真的好多 這台還不能吃喔 不要切一切 然後要烤 那我們切的厚度 大概是落在0.5公分左右 爸爸要切 爸爸要做家 好 剩下的我們就先放著吧 因為烤不完 來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送進烤箱 我只要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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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今天的黑糖腰果餅乾 成功 成功 成功耶 哈囉 成功 我要吃這個 你吃這個 我要吃這個 很香喔 很香喔 你吃幹嘛 黑色的那個是黑糖 黑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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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耶 很香的餅乾的味道 很香的餅乾的味道 好好吃喔 嗯 很脆脆 你脆脆很好 對啊 乖乖好吃 嗯 這次的餅乾是酥酥鬆鬆的口感喔 不會很硬啦齁 很挑角吧 我只要一夭暖暖的 然後重點一夭暖的 然後自己的餅乾 呵呵呵 那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囉 喜歡我們影片的錢幫我按讚喔 哦 很讚 哈哈 哈 好,等你 好啦,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讚 讚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我放在我 拉雞啊 拉雞啊